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14日星期三的第二節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今天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狠批英國炒作BNO問題 企圖將香港人變成二等公民 第二單消息 大陸法律學者田飛龍又再發工 之前他曾經批評過 香港有些建制派就是忠誠的廢物 在前天他接受本地媒體訪問的時候 又再批評 在香港的建制派裡面 存在著一些兩面派 這些人同時 收取中國和外國的利益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是怎樣說的 那篇新聞稿的第一段就批評 說中英曾經就住BNO的問題 互換備忘錄 英方在備忘錄當中明確承諾 不會給予持有BNO護照的 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 英方就違背自身承諾 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實際這裏所提到的所謂互換備忘錄 其實就是跟中英聯合聲明有關 在1984年的12月所互換 既然中英聯合聲明都已經 成為了一份歷史文件 完成了歷史任務 那這份互換備忘錄 又是不是歷史文件 還有的就是 其實現在英國都沒有直接給予 BNO護照持有人一個居英權 只不過就是提供了路徑 給BNO公民 可以申請永居 但是 其實這個條件 跟其他所有的簽證都沒有分別 都是要五年時間 跟著這篇新聞稿繼續說 英方多次炒作BNO問題 企圖將一批港人 變成二等英國公民 是偽善的政治操弄 也注定是徒勞 這個二等公民論 無論在大陸也好 或是在藍絲之間 都非常流行 但是 究竟他們口中 二等公民的二等 涵意是什麼呢 因為 一旦申請了這個BNO簽證 獲批以後 其實去到英國就已經能夠享受得到 大部分的公民權利 除了少數指明的 比如說 不能夠在頭五年 用BNO簽證的時候 就去拿福利 這個我覺得都是合情合理 至於說其他的公民權利 比如說投票權 其實BNO公民是可以 在英國登記成為選民 是享有完整的投票權 何來二等呢 真是不理解到底他們口中所說的二等是什麼 至於說英國注定是徒勞 但是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BNO簽證已經是有超過兩萬宗的申請 真是不知道哪一個才是徒勞 好了這篇文章還說 中方就敦促英方要認清現實和大使 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中方也要指出的就是 英國不是天堂 自身就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 以及其他社會問題 他們說英國不是天堂 實際上來說 只有很愚蠢 很愚蠢 很笨實的人 才會認為世界上 是全有天堂 或者是烏托邦 世界上哪有哪一個國家 自身 不是面對著 內部問題 雖然英國 不是天堂 但是英國 不是地獄 這件事已經有很足夠和充分的理由 使得有很多香港人決定移居英國 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尋找一個人間天堂 人間天堂是幻象不存在 是一些喜歡騙人的人才說 人間是有天堂 至於種族歧視的問題 世界上哪有哪一道地方是沒有才行 就算大陸也曾經出現過一些歧視黑人的情況 廣州就有了 去年而已 所以你說英國有種族歧視的問題 但是 人家也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機制 是可以被那些遭受到歧視的人去舉報 一經調查屬實 其實去搞種族歧視的人 他也是會遭受到懲罰 也有相當多的案例 所以有了這套制度 當然就不能完全排除所有種族歧視的行為 但是 起碼有好過沒有 好了這篇稿還繼續說到 說他們注意到 不少報導指出 港人去到英國以後 受到歧視 生計困逼 中國駐英使館也接到有關的領事求助 希望英方集中精力解決好自身的問題 不要挑是生非 誤導世人 究竟是不是有些人 去到英國以後 反過來就找回中國駐英使館來求助呢 如果是的話 我相信這個人本身 一定存在著多少問題 才會被人歧視 以及生計困逼 英國來說 華僑的數量也不少 以往從香港移民過去的人也不少 每個人都能夠站得穩住陣腳 為甚麼唯獨是有些人不得 還要找中國駐英使館來求助呢 我當 這個人真是存在也好 那個人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這些東西 無非就是找來說 就算多說100片也好 都是阻擋不了 移民潮的大勢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大陸的法律學者田飛龍 在接受AM730訪問的時候 又再一次批評建制派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回顧反修例風波 有個說法就是 香港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 因為 當時除了香港警隊之外 幾乎是沒有任何的權力機構 公務員的代表人物 真正勇敢出來 堅持法治的立場 止暴制亂 跟中央關切的國家 主權安全利益 站在一起 而且建制派裡面的 兩面派就很多 無論是立法會 法院 甚至特區政府的很多部門 包括高官 都不敢堅持原則立場 不能夠表現出 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加上香港 沒有能力完成23條立法 這樣的自治 就被國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漏洞 他最重要的這句說話 是說有些人表現不了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現在大陸就提倡要愛國者治港 按照田飛龍的邏輯 這群建制派裡面的兩面派 他們就要從權力架構當中被排除出去 因為他們展現不了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即是動搖的愛國者 田飛龍還說 以往的愛國者治港要求 太過寬鬆 機會被反中亂港勢力 進入管治架構 內部巔峰 也使建制派內部出現兩面派 這些兩面派部分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 但不願 在政治鬥爭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也有些人欠缺能力 不思進取 不主動作為 不積極履行管治責任 回應民生疾苦 社會關切 加劇了香港社會運動走向更激烈的方向 他所說的兩面派 就是同時拿中國和西方利益的人 我估計田飛龍最少針對有兩班人 第一 就是商界人士 因為這班人正正符合了他所說 幾邊乃 總之哪裏有好處就去哪裏 又去外國做生意的也有很多 所以這些就是 同時拿中國和西方利益的人 另外就是那些拿著外國護照來從政的建制派人士 那班人根本就是很大問題 一方面說自己愛國 另一方面又幫自己保留著後路退路 大把這些人 就算做官那些 他自己放棄了外國護照 他家爺底下都是繼續保留的 這些就是所謂的裸官 所以就算田飛龍說要把這些建制派裏面的兩面派排除 香港人就只會是吃花生 你就排除了 關人什麼事 這班人吃得黃米多 最好你排除了他 至於田飛龍這番的表態 是不是預示 有些商界大佬遲早都會被埋手 被動作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有不少商界中人 都曾經走過出來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 現在田飛龍就說這些人 正正就是在關鍵時刻不夠膽挺身而出的人 看怕那些商界大佬都沒什麼運行 另外有些建制派人士 經常以為 在踢走了泛民之後 就輪到他們上位 不知不過世事的發展又哪會這麼順利才行 這班人簡直是在做夢 因為鬥爭就是無止境 而且在這班人當中 正正就是有很多人 即是展現不到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也有些人就是欠缺能力不思進取不主動作為 有些有假學歷的又有 拿外國護照的又有 這班人如果當初不是有泛民在的時候 怎會能夠選得到立法會才行 現在泛民都掃清了 這班人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準備就變成舊電池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